高主耳机的视频网上一大堆 但主要是讲理论 碰到杠精问在哪哪方面能提升几层呢 还是得看实测 也有个别视频做了实测 但拿高主的开放式耳机 对比低主的封闭式耳机吧 声音结构不一样 这么尺寸的材质都不一样 价位也不一样 另外大家通常都用这种大耳朵话筒来测试 这个准确度 我觉得不行 我觉得OK 怎么测量才比较合理呢 首先测量对象 要排除多余变量 我们希望两副耳机在所有方面都一样 只有主抗不同 这样的耳机大家也熟悉 就是败亚动力的经典系列 770-880-990 不用介绍了 无论专业版还是民用版的 770-880-990 都有多种主抗版本可以选择 32 80 250 600 不同主抗版本之间 声学结构一样 单元尺寸一样 震膜材质也一样 那区别就只有主抗 这时候同尺寸的线圈 就是动圈的那个圈的不同圈数决定的 没多少成本 所以不同主抗版本的770-880-990 价格也是一样的 这样测量我们就可以排除一切多余的变量 只对比主抗 今天我们要解读一番欧美的测量报告 大家也可以搜索搜索标题找到这篇文章 来自Innerfidelity一个传奇的网站 现在已没说够了 这个测试对比了不同主抗的880 不是Pro 分别是32欧 250欧和600欧 留意测量的时间是2011年 那现在BiA的经典系列应该更新过一次 如果这个视频的播放量过万 我们会叫总代理 再借新款的耳机再测一遍 讲回来 三种主抗的DT880 每个型号 他们都测了7个数据 频响 隔音 相位 32G方波 THD加N300Hz方波 还有脉重响应 三个隔音数据一样的 而且跟本文无关 我们就不讲了 两个方波数据 我们挑其中一个来讲 所以下面我们从5个数据 来对比不同主抗的DT880 首先是频响 看到它有10条灰色的线 这次他们分别测试左右耳各5次 再取平均值成为红蓝左右两根曲线 那我们不用关心准确度的问题 因为耳机行业还没有统一的标准 因为Fidelity在2018年还校准过一次Target 那我们就不讨论它的准确度 从相对比来看 600欧版本的低频会更多一点 开放式结构 通常低频是偏少的 因为声音会往外露 所以低频多一点很重要 关键是 32欧版本左右耳有差距 250欧或600欧都没有这个问题 左右几乎都是一致的 我觉得可能会是单元的公差 每个厂商生产单元之后 都有QC质量检测 按照不同的误差将单元分为 123级或者ABC级 那32欧的上面 可能用了1-2级或者B级单元 那消费者不会发现吗 那一方面32欧主要是接平板电脑 啊 笔记本啊 都用集成声卡 本来音质就差一点 就不会怀疑到耳机了 另外用户大概率也不是专业人群 听不出来也不会去测试 但是如果是购买250欧 大概率可能会是音乐人和老书 一听就不太对劲 那就七天无理由了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至少要上到80欧 第二张图 粉色是主抗曲线不用管的 下面是相位响应曲线 这是某些频率的轻微延迟 最近看骚动骚用了一个词特别好 叫做时间失真 这啥呀 我们看右边的重轴 零度代表所有频率 同时发声 所以越接近零越好 这里32欧和250欧表现是差不多的 但600欧几乎是零度 不过大家也不用太关心 因为任何耳机都远超音箱的表现 然后THD加N 这是综合指标 同时考察了THD失真的Noise底噪 底噪越低 失真越小 声音就越清晰 一句讲完 通透而已 In the Fidelity 测试了两种声压的THD加N 红蓝线是左右耳90dB失真 黄绿线是100dB 从图中看起来 250欧的低频失真 貌似比32欧还高一点 但低频失真是比较难察觉的 最关键是32欧的高频失真比较大 但600欧就很好 就无论低频失真和高频失真都很小 那250欧在2000赫兹 还有个中频失真 600欧也没有 数据看起来非常好 然后是脉冲响应 这可以看到有没有多余的震动 如果多余的震动多的话 那音头或者说是顺态就会比较模糊 那低主看耳机的线圈的圈数比较少 副位的那个力度是不够的 那图中就很明显可以看到32欧的脉冲 是有较大幅度的多余震动 那250欧和600欧是比较接近的 音头都比较干净 那虽然音头都很干净呢 方波表现是不一样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300赫兹的方波 大家一看就知道 600欧是更接近方波的原始的波形 从这5个数据看起来 主抗就越大越好 全方面的好 但你可能会说 很多万元级耳机的主抗也不高 因为主抗只是针对常规的动圈单元而言 像我们评测过的平板耳机 启动耳机 发声原理不是动圈 那我们就不能用同一个标准来衡量它们 总之无论是高阻抗 还是低灵敏度的动圈耳机 都要消耗更多的电 去换取性能 这跟CPU是一样的 只不过CPU是有一部分电能用来发热了 耳机不发热 耳机吃进去的电 全部变成了动能 既然高阻耳机的跑分这么强 32欧跟600欧的价格也一样 要不我们都上600欧 这还取决于两点 第一你推得动 第二你听得出来 我们这里用软件处理两段流行歌 一段是0.1% 0.1%的THD丝帧 一段是1% 大家听一下 我这个时候可以做到这一期的电能用来发热了 我这次都可以做到这一期的电能用来发热了 我这次都可以做到这一期的电能用去 那答案我们就不公布了 如果你听不出来 你玩它有啥用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